大家好 我是中医老马 现在临床上冠心病还有心脚痛的患者 逐渐了年轻化 主要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我们冠心病和心脚痛的年轻化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 饮食主要素食肥肝厚腻辛辣 而造成我们急而化热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厌压力比较大 工作节奏比较快 就造成了干预气质气质血瘀 而造成了我们的冠心病 我们的心脚痛 甚至造成了心疼 那么从中医学角度来看 我们的心疼 我们的冠心病 我们的心脚痛 我们怎么样治疗呢 中医讲了心为君主之官 五脏六腑之大主 所以说心动五脏六腑结肴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心功能的正常 或者心功能的优势 我们才能保障健康 今天呢 我就通过一个患者的病例 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心脏某些疾病的一些治疗方案和治疗的一些思路 这个患者呢 是一个六十岁的马姓女子 她呢 就是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呢 查出来的高血压高血脂 同时呢 因为急性的心梗呢 她出现过一次 就是急性的心小痛半心梗 后期呢 有时候也会出现呢 一些心前区的不适 同时呢 心慌心际的症状也会出现 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呢 就来找到我 通过我给她的条理呢 现在的是第三年 她现在呢 症状很少发作 而且呢 精神状态也特别好 心前区原来的那些比较闷 比较痛的症状呢 也没有了 而且顺眼也特别好 同时呢 她说最好的一方面呢 其实我现在比原来有精神呢 也有劲儿了 其实我刚才也讲了 心君主之官 五脏六腑之大主 心好了 心煮血脉啊 血脉得畅 五脏六腑的功能 就基本上得到恢复了 下面呢 我给大家讲一讲 中医心血管的疾病 我们怎样来治疗啊 大家想想 心血管主要的疾病 一就是呢 动脉硬化 说心血管 心血管 包括我们血管的疾病 和我们心脏的疾病 血管呢 就是动脉硬化 大家想想 动脉硬化 半样周氧般 当我们冠状动脉出现了 周氧硬化的时候 就叫了冠心病 怎么来的 一个呢就是我们高血压 血压不稳 而不稳的血压 就像一个小锤一样 敲打着我们血管内膜 这样呢 就是我们血管内膜 纤维组织增生 慢慢的就形成了硬化 随着我们人体 不良习惯的表现 熬夜 蒸汽 慢慢的就形成了 血管内膜的损伤 血管内膜损伤以后 我们的血脂比较高 低密度质蛋白 就慢慢的沉寂在 我们受伤的血管内膜上 慢慢的呢 就形成了纤维壳 因为我们人体啊 都有阴急性的改变 当它出现周氧硬化以后 它会防止它脱落 在表面呢 形成一层纤维壳 随着周氧硬化 慢慢的大 而且纤维壳 慢慢的大 就形成了 预堵了 血液通过不畅了 终于有一句话 叫的呢 不通则痛 就慢慢的形成了 我们的心脚痛了 这是一个发生 发展 逐渐变化的过程 那么我们怎么来解决 心脏这个症状呢 像冠心病 心脚痛 甚至心梗呢 大家一定存在 一 养血 只要血液能够充足的 营养我们的心脏 我们心脏绝对不会疼 也不会光 也不会心动过速 那么 取我们冠状动脉 出现了淤堵 那么 血液供应一定要少 那么怎样打通淤堵呢 就是呢 活血化淤 把原来淤堵的斑块 慢慢的呢 给它变软 把它呢消掉 另一方面 中医通过活血化淤的方式呢 来建立测制循环 其实我们人体啊 有很多微小的血管 血管通上的时候 这些微小的血管是闭合的 我们从影像学角度来看 是看不见的 当我们主干血管 有一部分闭合了以后 或者呢 也不通畅了 我们人体慢慢的启用 我们备用的血管 这时候中医也叫活血化淤 建立测制循环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我给这个60岁的女性患者 治疗冠状动脉 周样硬化 还有呢 急性轻角痛的一些用药的思路 说第一呢 一定要活血化淤 建立测制循环 建立呢 我们血液的通畅通路 第一就是活血的 一般的我们心经活血重用单身 加上桃仁 红花 齿勺 就四味药 大家不用用多了 也不要用一些过于的破血足淤的 你像鹅猪三能 土别虫之类的 如果多了 那么就会出现出血 那么我们用单身 桃仁 红花 齿勺 用齿勺的作用呢 因为鱼而化热 齿勺呢 活血化淤 又能清热凉血 说四味呢 活血化淤的 同时加上羊血的 大家羊血很多吧 说我们用生地 用呢 当归 用川胸 用白勺 组成我们的四五汤 同时呢 要加一味 通落羊血的鸡血疼 这五味药 加上先前的四味药 变成九味药 号称 治愈酒药 同时大家一定记住 气为血之帅 血无气不行 那么我们加行气的药 虽然说里边有一种 血中吃气药的川胸 既能活血 又能行气 但是行气的功效不够 那么我们加这四味药 第一位就是柴胡 蔬干 说蔬干里气 就能够呢 使我们气畅血行 加我们的止食 止食破气行淤 提到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它最能够 破开我们淤质的血液 而使血液运行 也就是它这个破气的作用 同时大家一定记住 是什么药在引药上行呢 借梗 因为我们心病 必在胸中在上胶 那么用借梗 引药上行 同时四味散中还有两味药 就是我们的白勺 因为我们四五汤中 已经加了白勺 这时候再加一味什么药呢 牛膝 牛膝呢 既能引药下行 同时候还能够见肾 为什么要见肾呢 大家想想 就是我们心肾同为寿阴之经 而肾之别落入心 而沟通心经 那么通过我们见肾 来一肾气 来鼓足我们血液运行 那么加一味牛膝 大家看了没看 这些药既能行气 又能活血 又能养血 同时大家加一味益气的药 就是我们的黄芹 黄芹善补一身之气 同时呢 益气也是最好的一味药物 同时善引我们气上行 而补气 同时也能补肺中之气 因为呢 我们心在肺中 加一味黄芹 三十克 就可以了 这个方子呢 气血同条 为什么要气血同条 因为中医讲 气为血之帅 血为气之母 无气 血不宜行 无血 气无一所脱 所以说既能够活血 建立了测制循环 打通血液运行的通路 同时又能够养血 养血这样呢 使我们心脏的机能得以恢复 我们呢 也就不会引起我们的心痛了 同时大家一定记住 保障呢 保暖 为什么我们心脚痛 要在冬天多发呢 而夏天少发呢 主要原因就是当寒血 潜入人体以后 使我们四周的小动脉 产生痙攣 这样就造成了血液运行不畅 所以说心阳的充足 也就保障了我们心脏血管的气血通胀 我们也很少得病 所以说一定要保暖 所以说我们在用用药的基础上 来调整我们人体的疾病 也要保障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善 说一要保暖 二要呢 有正常的饮食管 饮食呢 清淡 高蛋白少热量 说少油腻 同时呢 一定要少喝酒 第三点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 说阳气入阴则魅 而我们的阳气呢 晚上要经过阴金的滋养 第二天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一些心脏病患者 多夜间发作的原因 就是夜间由于阳气入阴 推动血液运行能力减弱 就造成了血淤更重的概念 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温馨阳 所以说以上的这些方子呢 既有通血阳血酒药 又加了朱肝里气的 同时也加了益气的 同时加了引药上行的戒梗 又加了健慎固慎的牛膝 注药同条 就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的冠心病 而且呢心脚痛反复的发作 同时呢我们心血得畅 新功能的恢复五脏六腑呢 也慢慢的恢复了 像我们面色的变成红润 脾气呢变得和缓 行动呢变得利索 而心态呢也变得平衡 而中医治病呢一定是 有施症就有施方 有施方呢就有施药 其辩证论治才是治病的中心思想 就像我们医生重景 在《伤患论》中所提到的 观期脉症知犯合逆随症之之 这个患者的病例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请在评论记者留言 我会给大家一一回复 谢谢大家